公元前三世纪 笃信佛教的阿玉王 在印度各地建造佛塔和石柱 宣扬佛法 成为现今佛教最重要的实地资料 为了经验佛陀生母摩耶夫人 在兰皮尼生下西达多太子 阿玉王也在此建寺 并树立了一根九公尺高的马像石柱 上头刻写的古老波罗密文 清楚记载着 在他登基二十年时 亲自到此朝拜 并且造了这个马像石柱 因为此地是佛陀的诞生处 还赐予兰皮尼为宗教免税地 仅需缴交收入八分之一的税赋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佛陀 这样的一个观念 要等到这个西达多太子 一直到修行成道之后才有佛法 所以当这个小太子出生的时候 走了七步莲花 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说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说 成佛算是在有情众生里头是最尊贵的 那这是透过修行 而且是人人都可以 不是只有西达多太子将来的成佛 不是啊 所以他的这个我 指的是成佛的这件事情 和绝大多数尼泊尔人一样 罗杰家里信奉的也是印度教 对佛陀的事迹也不了解 但身为解说佛陀出生地的导游 让他必须去搜集了解佛陀的相关故事 这也开启了他对佛教的兴趣和尊敬 而在这些人没有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人 全部都是一种人 因此这些是这些佛性的高度是 那是佛性的佛性来说 这就是佛性的佛性来说 当你活着的佛性就会被优异 当你活着的佛性就会被优异 那我会被优异的佛性 我们不相信佛性的佛性 有些事情 但有些人是一个人的物败 他们的物败 他的物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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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